23年前容默默沒能弄死的還豬哥哥們 在23年之後終於被習默默搞倒了 君子報仇10年不晚 容默默報仇用了超過兩個君子的時間 簡直就是還豬哥哥的最終大贏家 哈囉大家好我是Amy 是的這是1998年最受歡迎的電視連續劇 瓊瑤所製作的劇集還豬哥哥爆紅 當時還只有22歲的趙薇一招成明天下之 台灣青春偶像林心如打開了中國市場 就連戲份最小的金索范冰冰都在後來成為 如日中天的一線女星 還豬哥哥劇中創造了超多筷智人口的經典橋段 就例如劇中子薇的媽媽 就是那個被乾隆屎亂中氣的 皇上你還記得那年在大明湖畔的下雨河嗎 而容默默在還豬哥哥們指甲縫裡面插針的畫面 簡直是影史經典 直到現在還有很多YouTuber 在用當時的那個畫面做迷因圖 23年前容默默被弄死了還豬哥哥們 在23年之後終於被習默默搞倒了 君子報仇10年不晚 容默默報仇用了超過兩個君子的時間 簡直就是還豬哥哥的最終大贏家 8月26號晚間趙薇的微博被無預警的關閉 百度百科也刪除了趙薇的資料 各大影視平台各大影視網站 都下架了趙薇所主演過的電影和電視劇 你用趙薇的名字在影視網站上面搜尋 是搜尋不到任何結果的 而趙薇所參與演出的26部電影和13部電視劇 包含還豬哥哥在念 目前只剩下一部電影還沒被刪除 是講述中國共產黨崛起歷史的建國大夜 趙薇在裡面演一個政協委員 可是因為這部電影裡面有毛澤東周恩來等等 太多中共的黨國元老角色了 所以實在是不敢刪除 但是其他趙薇所有影片都消失了 刪除影片這代民主國家是要吃上官司的 因為這是政府侵害了影片產權方的私人財產 可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體制之下 刪影片官微博這都是太常見的手段了 不過像這一次這樣大規模的把所演出的影片 都全部刪除了情況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我在中國住了10年 也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恐怖的懲罰手段 沒有人知道趙薇發生了什麼事 只知道事情非常的大 他的朋友都說找不到他 而其他的明星紛紛刪除了跟趙薇的合照 就連曾經公開承認在大學時期 一直暗戀趙薇的男明星黃曉銘 他都刪除了跟趙薇相關的微博 在台灣的大家可能很難接受 大家會想說 欸你黃曉銘這樣算什麼朋友啊 除了是就火速切割嗎 我以前跟大家一樣 當我第一次聽到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帶頭踢斷他爸爸博一波的肋骨的時候 我也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也非常不能接受 雖然這件事情應該只是一個謠傳 但是我的中國同事們呢 都表示可以理解 他們會覺得台灣人真的是太天真 太 naive了 因為他們說 在那種情況下 如果兒子對爸爸有感情的話 兩個人都會被鬥死的 可是如果你兒子帶頭 踢斷爸爸的肋骨的話 兩個人或許都有機會保住性命 所以我現在可以理解 為什麼黃曉銘要火速切割趙薇 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趙薇到底犯了什麼錯 可是這種情況才是真正可怕的 因為趙薇的所有一切事情 都被翻出來口誅筆法 有人說這是因為他公司旗下的藝人 張哲瀚之前去日本禁國神社遊玩 他把這個照片都貼了出來 引發軒然大波 而張哲瀚現在已經全面被封殺了 那趙薇有可能是被張哲瀚連累 那還有人說呢 趙薇其實是因為之前入股了阿里影業 他跟馬雲的往來太過密切 而且在8月初的時候呢 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被調查 周江勇呢 現在他的名字在政府網站上面也是找不到了 那趙薇呢 就被懷疑牽涉到這相關的政商利益結構 還有人把趙薇之前入股 一家叫做萬家文化公司的事情 給挖出來說 當時呢趙薇宣布入股萬家文化三成股權 可是他自己並沒有30億人民幣那麼多錢 他大部分的資金都是跟銀行借來的 所以呢 他就被懷疑跟公司派聯手烘抬股價 他最後被中國證監會罰款30萬元 五年內不得進入證券市場 還有就連他在20年前 曾經在一場走秀活動中 穿著設計師要他穿的日本軍旗裝 被破糞的事件也被拿出來說 趙薇的一切舊事都被翻了出來 真的是非常可怕 你聽到這邊你有沒有覺得趙薇就是個壞人呢 我小時候看岳飛的故事大家都很討厭秦快嘛 尤其是秦快說岳飛的罪名呢 是莫須有 可能有吧 也可能沒有 哇大家都是覺得這個太可恨了 你連岳飛犯了什麼罪名你都說不出來 你這個秦快簡直就是一個超級大奸賊 可是到現在我細想秦快講了這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可怕遠遠大於可恨 因為秦快這麼說 大家就不知道岳飛到底犯了什麼錯 每個人都會在心中把岳飛的所有錯事呢都檢討一遍 那這樣的話 當時整個宋帝國的氣氛一定是非常的可怕 大家議論紛紛好像岳飛全身上下都有罪 到了最後你就會感覺岳飛這個人真的是罪該萬死啊 這種鬥爭手段真的是非常的陰狠 因為如果我定了你的罪 那大家就會來討論這個罪名合不合理 欸好像不是很合理喔 可是如果我不說你犯了什麼罪 大家就會來揣測你到底犯了什麼罪 這樣看起來你就是全身上下都有罪 民主國家致力於保障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管你犯了什麼罪 你都是要經過司法審判的 可是在極權國家的恐怖統治 他用人民的恐懼沒有極限看不到邊界 《還珠格格》三書裡面第一個被整導的人還不是趙薇喔 第一個被整導的是《還珠格格》三個人裡面最不起眼的那個 侍女金索也就是范冰冰 金索雖然當時最不起眼 可是范冰冰因為這部戲成了中文世界人人叫得出來的明星 大家至少都知道他就是金索 後來范冰冰的發展真的是非常驚人 他被抓的時候是2018年 當時他真的是如日中天 他自己演出自己製作的《五妹娘傳奇》《收視爆紅》 雖然我覺得還蠻難看的 但是他呢真是賺的盆滿缽滿 還跟劇中的男主角李志廷傳出緋聞 之後他還搶下了張新宇的前男友李成 當時因為張新宇也是被受矚目的性感女星 而范冰冰和李成呢他們同時在微博上面貼出了兩個人的合照 上面寫了我們兩個字 當時真的是轟動全中國啊 張新宇那時候還很傷心的在微博上面寫 你以為一輩子會在身邊的人 也許會突然消失 甚至來不及抱一下 搞到李成急著跳出來護兵 他說他跟張新宇的感情在張新宇出軌的那一刻就已經完了 天啊那時候我每天都覺得我超傻眼 你們明星談戀愛要不要這麼激烈啊 可是范冰冰就在他最如日中天的時候 他的演藝事業真的是叫做 嘎然而止 2018年范冰冰被中國知名的導演崔永元爆料 說他簽陰陽合同 就是他有3000萬人民幣的片酬 可是他申報的工作所得呢只有1000萬元 那其他的2000萬元呢則用各種其他的合約呢去cover 這樣呢他就可以少報個人所得稅 600多萬人民幣 還有他的公司呢也能少報營業稅100多萬人民幣 這個呢就叫做陰陽合同 因為你呢申報的工作所得 和你實際拿到手的報酬呢是不相同的 結果范冰冰就被抓了 失蹤了很長時間 最後被稅務機關宣布他逃漏稅接近9億人民幣 陰陽合同其實是中國影視產業的一個灰色地帶 大家都這麼做不是只有范冰冰 而且呢已經行之有年都快變成一個習俗了 所以呢很多人就為范冰冰叫去 而且其實陰陽合同他真正的作用呢 並不是在逃漏稅而是在洗錢 因為當時呢中國的外匯管制已經非常嚴格了 每人每年呢只能帶出國10萬人民幣耶 那時候我從中國要搬回台灣的時候 光是搬我的錢就非常的麻煩 更何況他們還有幾十億幾百億的錢要搬 那個時候呢就有很多有錢人傳出呢 到國外賭場一夜就輸掉幾千萬人民幣的小道消息 還有很多明星跑到國外呢去刷信用卡 買天價的拍賣品或者買奢侈品 他們買完了之後呢再把這些奢侈品賣回給店家 那麼我一刷卡呢就把人民幣給刷出來了 那我把這個貨退回給店家的時候呢 店家其實是套好的 他就扣你一點手續費還有他自己的佣金呢 再把外匯還給你 這樣你就成功把人民幣變成外幣了 那個時候還有很多的企業都非常熱衷 跑到歐洲去買足球 對搞到當時央行的副行長都站出來說 你們哪有那麼愛看足球 不要借機給我洗錢資本外逃喔 所以就有很多人說 范冰冰根本沒有拿到那麼多錢 他其實是幫人家帶錢出去 所以他當然不願意把它申報成個人所的啊 因為申報成個人所的 他就要繳所得稅啊 當然不願意做這種事情啊 最後范冰冰是把他的稅款 製納金還有罰款接近9億元人民幣 也就是相當於40億元新台幣都給補繳了 據說他為了籌錢 他把他在北京的41處房產都套現了 而且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任何代言和影視作品 欸他最紅的時候 當年他是手握127個代言瞬間歸零欸 從金索演到武則天 范冰冰的名聲 財富 演藝事業灰飛煙滅 號稱最強武則天的那個范冰冰已經回不來了 當年柔嬤嬤二枕還豬格格三人的時候呢 向來是三個人一起枕沒有人逃得過 既然現在小燕子和金索都倒台了 那麼紫薇自然是吐死胡悲 有一種大難隨時將要臨頭的感覺 就在趙薇出事的同時 當年飾演紫薇台灣籍的林心如 就這麼剛好 他在最近把他在中國的工作室呢給註銷了 雖然林心如自己出來表示說 他註銷工作室呢 是原本就已經安排好的計畫跟趙薇無關 但是事實上最近幾年 林心如已經慢慢淡出中國市場了 自從2016年之後 林心如就再也沒有接拍過中國的電視劇 雖然他自己是說想要多回家休息陪陪孩子啊 可是在2017年到2021年之間呢 他可是拍了六部的台灣電視劇喔 欸林心如從2006到2014年這中間 他是完全沒有拍過台劇的 他的所有演藝活動都在中國 再加上他現在中國的工作室呢 有一位經紀人身陷官司風暴 那他擔心如果不註銷工作室的話呢 工作室可能受到連累 那他的金流有可能會被中國法院強制執行 很明顯我們都可以感覺到 林心如已經逐漸把他的工作重心了 從中國轉回到台灣 而林心如的老公霍建華呢 早是在去年就把自己在中國的工作室給註銷了 而霍建華在2019年之後呢 就沒有在中國的影視作品了 他今年呢 則是在老婆林心如所主演的台劇 《華登初上》裡面客串 可見他們夫妻可能已經做出了撤出中國的決定 再加上前陣子強力打擊補教業 為了孩子的未來 其實搬回台灣呢 應該算是很合理的決定 也是一個很幸福的決定啦 在趙薇被強力封殺之後 網路上現在出現了其他藝人也將被封殺的消息 有很多的名單呢 就在網路上面到處流竄 可以說演藝圈呢 現在是人人自圍 其實我非常討厭現在這種氣氛 因為有很多品性惡劣的人呢 真的是趁機聲勢 他們到處捏造名單 捏造謠言 到處去嚇人 這種感覺真的有點像是文革了 任何人如果有犯罪的地方 應該直接走法律訴訟途徑 以得到司法審判為最終的結果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鼓勵人人互殺互鬥 如果你身邊的人都變成了敵人 人人都害怕彼此的話 那生活要如何繼續呢 柔柔柔大獲全盛 雖然是一個網路上面的笑話 可是這卻是正在發聲中的一個隱喻 私刑 批鬥 陰謀詭計得到了鼓勵 電視劇裡的惡人在現實生活中大獲全盛 每個人都可以往紫薇金索小燕子的身上吐口水 咒罵他們 侮辱他們 在他們的指甲縫裡面插針 我覺得這真的不是一個正常社會 應該有的現象耶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記得幫我們按讚 還有按訂閱頻道加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